低于2000的红酒我不喝 我怕辣嗓子 但哄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这次来魔都旅游 都是我表哥接待的 你如果再无理取闹就请你出去 那我不管 我在中海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如果我喝便宜红酒的事传了出去 那都没面子 是吗 那如果我告诉你 这瓶红酒是价值20万的特级红酒 你还辣嗓子吗 这这这 这不可能 如果真有那么贵 我怎么可能没有见过 你少在这里唬人 呵呵 你没见过的多了 这瓶是罗曼尼康蒂特产员的红酒 全世界每年也只产5000瓶 所以说有些真正的好东西 不是有一点小钱就能接触到的 一瓶红酒就要20多万 邓红 你这次好像踢到了铁板 对不起十三哥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之前的无知 行了 这次我看在表妹的面子上 就不跟你追究了 但是下次你给我记住了 别以为自己家有点小钱就能为所欲为 在这个世界上 你得罪不起的人还有很多 是是是 十三哥教训的事 我知道错了 表哥 你究竟在魔都做什么呀 竟然可以支撑这么高的消费 没什么 也就是做点关于金融的小生意 具体的你也别问那么多了 十三先生 关于您在锦绣一亭的楼盘 我们已经找到了租售方 以每年30万一间进行租售 意见每年能有3.6亿的收入 只是合同还需要您亲自去签订下 嗯 我吃完饭就去 你先去忙吧 我的妈呀 人家一年的租金收入就有三个多亿 刚刚我还想在人家面前装逼 这真是老鼠给猫当三培 找死啊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企鹅集团7.8%股份 我去 这次系统抽到的既然是企鹅集团 那我可要发了呀 要知道企鹅集团去年的净利润 就达到了恐怖的998亿 自己虽然只有7.8的股份 那每年的分红也有几十亿 这挣钱简直就跟减书业一样啊 一个字爽 两个字非常爽 我的天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十三是谁 怎么持有了我们集团7.8%的股份 这个叫十三的股东到底是谁 我得赶紧联系一下 喂你好 你是哪位 你好十三先生 我是企鹅集团的董事长小马 啥 你说你是小马哥 对对对 是我 你给我滚犊子 就你还小马哥 你要是小马哥 那我还是捷克马呢 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 有这个时间找个班上不好吗 非要干些偷鸡摸狗的行的 我的电话居然被人挂了 这简直没天理了 不对 应该是信号不好中断了 我再打一个试试 你大爷的到底烦不烦 还小马哥 你怎么不说你是太上老君 你们这些骗子就算想骗人 也编得靠谱的理由好不好 十三先生 你先别着急挂电话 我知道您可能不相信 但我的确是小马哥 要不这样吧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见面聊聊 行啊 你定个时间 我随时有空 好 您明天来魔都的企鹅分公司吧 我在这里等你 行 就这样吧 呵呵 就你还小马哥 还敢约在魔都的分公司见面 看明天我怎么揭穿你